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沿袭初前的单位资讯团 他其实是要讲媒体试读 所以我们这边会带到一点媒体试读 所以你在想要了解一些事情的真实面向的时候 事实上你是要去网路上看各种正反面的报道 然后都把它摘要出来之后 你才会比较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面向 因为各位都知道 台湾的媒体已经慢慢的被垄断了 就是讲反话的也不太能讲 不然会被关台 所以当你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透过大量的阅读 各种不同面向的人讲的话 然后你把它整理出来之后 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概括的了解 好那我们回到回到我们的正题 就当你把这些内容稍微摘要出来之后 刚刚那个讯息列老师有提供一个叫做整理资料的方式 正反阶层的部分 那各位老师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也有一些比如说六合法六顶思考帽 这个也是在我们后段 我们后段会结合一些理论 跟新制图的结合应用 那会去做比较进阶的探讨 那你这个人就比较不容易被洗脑 因为你会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你学了新制图之后 如果你经过我们刚刚讲这样的一个阶段 你会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比较有自己的看法 不会跟着人家跑 不会追着人家跑 也不会被人家讲说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蛮偏激的或什么 其实我也蛮偏激的 但是因为我的想法常常跟人家 我常常提出他们没想到的点 然后因而被认为说邱文胜很偏激 好没有关系 我们就是看到他没看到的点 好 那回到正题呢 就是我们刚刚假设 我现在用这个例子 这个是我之前摘好的 好 社会常常会有一些常见的理论 那常用到一些理论 那这些理论呢 我把它摘出来 那各位在第一次摘的时候呢 比如说羊群效应 那你会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内容 理论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会把它稍微关键 关键字关键词给贴出来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图 那所以第一个阶段我就已经把初步的心智图给建立好了 那建立好之后呢 我就会开始去阅读的理解会开始越来越 越来越理解越来越深层 那所以当你去做理解的时候 比如说羊群效应 它其实就是那个那一堆羊群里面 如果有一头羊往外走 往外走 那其实别的羊群就会跟着那只羊走 这个叫羊群效应 那它的对应到这个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理论的内容 其实就是有样学样 所以这个也在社会运动里面常会用到 就是所以如果有人做了一件事 那其他没有想法的人就会跟着人家做 所以这个很常在那个社会运动里面被应用 所以只要在那种那种很多人的场合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大声的喊叫 大家就会跟他一起大声的喊叫 有没有 各位应该有这样的体验 你去那个运动会里面 如果看到你们学校在比赛 这时候就会有人喊 道香加油 有没有 然后手举起来大力的喊 道香加油 这时候其他的同学会跟着一起 跟着一起就喊道香加油 道香加油 所以本来一个人喊 就会变成大家都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常常去那种很多人聚集的场合 或者去跟着人家去群众运动 这时候有些民运人士或者是有一些特定人士就会利用你们这些盲目的跟从的这个羊群效应 然后就他们就会开始喊 开始做一些 做一些动作 然后大声的喊叫 然后大家群众就会盲目的跟着喊叫 看演唱会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羊群效应 所以我们就会针对你摘要的东西 摘要的东西 然后你就会一个一个去了解蝴蝶效应 原来是蝴蝶拍动翅膀 然后呢就引起一场这个很多N公里外的一场龙卷风 这个比喻呢 其实他讲的就是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的放大会造成巨大的差异 然后所以我就这样一个一个去看 去了解原来青蛙就是慢慢的加热 那个青蛙就不会跳出来 然后鳄鱼法则就是你如果越挣扎 他就咬的越多 那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牺牲那只脚 你就不会牺牲你的生命 那蝴蝶效应就是 沙丁鱼在运输的过程中存活率很低 那所以我就放一条他的天敌进去 然后因为那个沙丁鱼发现他的天敌在同那一堆里面 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会快速游动 就运动就会解决他的缺氧问题 所以整群运到日本的时候 那个沙丁鱼还会活得好好的 所以我就是那一条被丢进教育处的脸鱼 然后那个刺猬效应 就是两个都是很刺的 但是他们最终会找到适合的距离 可以互相取暖 但是又不至于被伤害 那手表效应就是 当你的标准有两个以上的时候 你就会不知道哪一个是标准 那破窗效应就是 如果一个东西坏的你不处理 那其他东西也会跟着坏 大家都会 那个窗户被打破了 你不把它补起来 其他窗户也会被人家打破 那二八效应就是八十二十法则 木桶理论就是 木桶理论就是 一个木桶他要做那一个木桶会有很多木板 那个木板如果长短不齐的话 你的最后的成效其实是决定在最短的那一个木板 所以做教育其实就是木桶理论 你要把最短的地方补起来 最弱智的地方把它补起来 你的教育就会成功了 好那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读 读熟了读懂了之后 读熟读懂了之后呢 其实你这些东西是可以收起来 收起来 因为对于你来讲 当你这些内容都懂了的时候 以后呢 我不用跟你解释一堆 我只要跟你说原来这个是青蛙效应 你就知道什么叫青蛙效应对不对 你就会知道说原来 为什么原来是这样 为什么我家楼下 搬进来一个新的住户 然后一天到晚 不是送咖啡就是送水果 就是送什么然后我每天都接受他的好处 然后后来一个月之后 他们家 就我们家楼下 你家的楼下 他家就开了一间那个饮食店 然后那个臭豆腐 那个味道就 就一直飘散出来让你觉得不舒服 可是你就 不好意思去纠正他 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他之前每天送你水果送你咖啡送你什么东西 你已经被他收买了 被他收买之后呢 等你发 等你发现他原来他家 他要开臭豆腐店 对拿人手短 谢谢老师 你已经先收过人家这么多好处了 这时候你要去纠正他你已经不好意思了 所以他已经把你给卖了 你都不知道 把你给卖了你就不好意思再纠正他 原来这个叫青蛙效应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去应用 各位就可以自由去想象 那后来这个东西 我发现以前我们家 我们邱家 我们姓邱的 我们这个家族我小时候 我的妈跟我说 邱文胜 你不能 我们邱家不准从商 然后 也不能看一些禁书 那什么叫禁书 比如说 暗黑心理学 这本是很畅销的书 那 对就是温水煮青蛙 那这本是很畅销的书 但是我到现在 我还没看过 因为我妈不准我看 然后所以我们家不准从商 从商从政的 都是赶跳 都要讲 都要说谎话 那所以 我们家到目前就是都不能从商从政了 好 那所以也不能看这种心理学 那种黑暗心理学的书 但是其实我们进入社会这么多之后 我自从把这一张图给摘要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 我们除了就 我把它做那个深层的 比较结合那个 我后续下礼拜六会讲到的 后社的应用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东西 理论是这样 那只是你把它用在正向的地方 它会让你的心智快速的成长 那如果你把它拿去用在不好的地方 它也可以让你很快的变成邪魔歪道 那这个是题外话了 那所以 所以我们刚刚透过各位15分钟 很短暂的快速的在网络上学习之后 你就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智图 建了一个这样的心智图 那重点是什么 当你有这样 当你会使用心智图 快速的建立 你的学习的摘要之后 好就是刚刚各位15分钟以内 你很快速的建立的这个东西之后 恭喜各位 恭喜各位你的 你的学习就已经往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好那所以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事 各位你把这个 这个东西 你不要只放在电脑里面 你把它直接print出来 A4的一张纸就好 然后你用那个卷宗夹 把它放进去一页放一张 好那你可以卷宗夹可以分类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自我学习成长的 这个是我的什么学校的教学的规划 什么的好这样分类 那当你呢有时候想到我突然要查一下的时候 我就把它军中夹打开直接就翻到这一页 我就可以马上回忆起来 那甚至呢有些如果你是正在学习阶段的人 这可能是你的什么国语啊社会啊每一张每一课的内容 那你就每天我跟你讲 你厕所里面你就放一本 就放一个卷宗夹 你餐厅吃饭的那个饭厅 你也给他放一个卷宗夹 然后少量多餐对不对 上厕所嗯嗯的时候就把它来翻一下 其实我告诉你新制图的回忆的方式 它可以让你在10秒20秒里面就可以把整张图做了完整的复习 它的效率非常非常的好 那等一下我会跟你讲要怎么去做背诵的动作 所以你就这样快速的透过快速的大量的阅读 快速的阅读大量的这个摘要印出来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智慧宝库 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那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先做到这边 先做到这边那最好把它印出来 那如果说之后我们之后会讲到进阶的 这个东西如果是你每天要学的 就是一些很难记的每天要学的 我就会奉劝你直接把这一张贴在你的化妆镜的旁边 或者是贴在床头 你要睡前看他一眼 或者是早上起来 梳头发的时候看他一眼 吃饭的时候看一眼 你就会很难忘记他 这个是脑神经的作用 你的那个这个相关内容的神经元 会在你的脑袋里面 会有长出非常多的那个神经元 会去稳固这个知识点 然后你的次数越多 这个跟那个我下回讲到那个 爱生豪斯以往曲线 也非常的有关系 一些记忆的技巧 你的次数越多少量多参 这个原则 那你的神经元你的记忆就越稳固 好 那所以这是第一件事 有关如果你需要你想要当一个学霸的话 第一件事大量的阅读 然后第二件事快速的阅读 直接摘要出来 那这个摘要出来之后 你必须要去对每一个节点做深度的理解 你是要真的去了解他代表什么意思 好 那所以这是对 他会长很多图处出来 那你的图处 就是你接触他的各种方式越多 比如说你多元智慧 你可能用音乐的方式 用身体动革的方式去加深 或者是融入一些 这个是有空间智慧在里面 或者用结合一些其他的艺术的形式 等等等 这个包含图像记忆 你的方式越多 越在你的那个图处就会长得越多 然后你的那个频率越多 接触的频率越多 上厕所的时候看一下 吃饭的时候看一下 化妆的时候看一下 这个频率越多 你的那个图处就会越稳固 越稳固 所以你的记忆就会越深刻 然后再加上各种各式各样的理论 都是支持的 那我们没有时间去探讨这个理论的部分 所以这是你第一件要做的事 好 那 早上到目前为止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任何的疑问 好 那如果没有任何疑问 我们下午呢 会进到那个怎么样让你写入长期记忆的部分 非常的容易 我会跟你讲那个冥想的方法 甚至你把这一张新制图做进阶的处理 好 所谓的进阶的处理就是 如果你要自己用 你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些背诵的 就是有一些背诵的技巧 然后包括怎么做联想 怎么把它故事化 怎么做 做冥想 好的部分 APP Xmine也有APP 然后Gitmine也有APP 各位就自己选用 都可以 好 好 那 所以在早上在结束之前 我们要请各位 针对你刚刚抓出来这些重点的 节点的内容 请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他的内容到底讲的是什么 然后 你要必须要能够 把这个节点收起来之后 你能够想得出什么叫羊群效应 然后打开来对照 原来我刚刚记忆的是对的 如果忘记点就打开来对照再看一下 然后收起来再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那要能够想得出来就表示你已经 充分的理解这个节点的内容 好 如果想不出来就是表示你还不熟 不熟你就打开来再看一下 好 那请各位再利用五分钟 去熟悉一下你刚刚摘好的新制图 好 那原则上我有录影 我有录影 但是因为 因为就是一个人操作 这个主持人兼裁判 兼讲师 兼打杂 所以万一我不能保证会不会失败什么的 或者万一不当的操作 遗失 所以我尽量尽量会有录影 然后之后会有 会做相当程度的剪辑 会把重点摘要整理出来 然后我一样会放YouTube 会做清单 但是这个部分会稍微比较晚一点 好 好各位花点时间稍微了解一下你刚刚摘要的内容 我们下午会再做进一步的练习 今天保证 保证让各位变成学霸 保证让各位变成教霸 因为你要教学生 怎么用 如果你不想把这个技巧交给学生 至少 你会变得像南洋街的补习班的那种神人级的那种教师一样的厉害 我的YT频道 我的YT频道你就打邱文胜 我好像没有建立YT频道的名称 就打邱文胜然后YouTube 就可以找到我的相关的内容 那你可以用清单的方式 我比较多是这个新制图 跟那个比较多是那个创课相关的内容 然后新制图我也有分享 那我想早上教学的部分先到这边 那下午是一点半 各位好好的吃个饭 然后上午你那个栽药还没有栽好的 请你就顺便把它栽的完整一点 我们一点半再继续